北京中轴线 也彰显了中国传统的都城规划的理念 综合的哲学思想 对世界城市规划时 建设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是孤独保护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我们其实更多的做的是减法 净化了万宁桥周边的环境 才能让万宁桥以更好的一个 跟历史景观更接近的那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呈现在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 咱们古人的智慧 你看这个仓房的地板是采集木地板的 这是隔潮的 防止粮食没变 它那个屋顶有个天窗 这些杂板在外边这儿有一道缝隙 这个缝从这上来 然后从这儿 然后到它上面进个天窗 这样一个自然形环 除了防潮还有防虫 它采集的这种叫雄黄玉材化 我是会把人放在一定的环境下 讲述时代下的人物的活动 我以为每一个与中州县有关的人 他都有他的故事 我也觉得这个无论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景观 都是因为有了人 他才灵动了起来 伟大了起来 厚重了起来 所以我始终把镜头瞄准人 带动了我们周边 我们都是它的受益者 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对它的浇灌 如果不是我们双方之间的融合 它行不成中州县文化 从社区也太说 想得比较周点 弄了健身器材 你过去 乌烟瘴气的马路 现在这路面都修挺好的 你再看看今天 然后你再看看 我画册的十年前 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无论从物质上 还是精神层面上 我觉得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中州县没有终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